他說朱立倫的時候打電話給我三個小時 他就跟我嗆聲 說我要跟你與死往破 不管你民調在強 我都不會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他說這是真的 而且這個羅志強昨天不是講嗎 我不會火車對撞 結果今天這個朱立倫跟這個羅志強 到底誰講的有道理 羅志強一句話 三個小時裡面只有與死往破 你再強我都不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我台北半初選 你不是要選 三個小時只有這些話 請羅志強告訴我們 朱立倫為什麼不提名你的理由是什麼 有啊 民調太弱啊 而不只民調太弱 三個小時只有一句話民調太弱嗎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很多事情犯話跟操作 真的是不必了 第一個 羅志強你什麼時候去見邱逸勝 邱逸勝跟你講了什麼 難道你羅志強不要跟我們談談嗎 我就說這個禮拜初 這個禮拜初羅志強你透過 你有沒有透過一位黃信人士去跟邱逸勝聯絡以後見面 談了什麼出來跟我們講一講嘛 邱逸勝有沒有在幫你盤算 你可以選哪裡選哪裡沒有講桃園 要不要跟我們提一下 誰是私底下說過如果提羅志強我要退黨的人就邱逸勝啊 你透過誰安排的 我現在暫時不講吧 看你要不要講實話嘛 蔡秘劉已經在招手了 把實話講出來嘛 對不對 你去見邱逸勝為了什麼嘛 邱逸勝跟你談了什麼嘛 講出來嘛 不是禮拜天就禮拜一啦 就這兩天其中一天啦 上一幅講出來嘛 就這一天啦 你就說出來嘛 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談到新竹高雄 有沒有講到基隆 基隆沒有 好不好 所以我就說一句實在的話 桃園有多少人 私底下講過你只要提名羅志強退黨的退黨 不服選的不服選 要來去做生意的做生意 休息的休息 於時往迫 不是我要跟你於時往迫 說的是你羅志強選下去 大家會於時往迫 持用精準一點 我覺得持用精準一點 我覺得羅志強 唉有種去嘉義獻選啦 其他地方都不要挑那種有勝選可能的你搶啦 沒勝選可能的不去 還有一件事你到底要不要入籍 然後議員資格依然保持著 不要把這個當工具 有種簽下去 然後告訴大家 我持議員 我就要在桃園長期發展 否則 一切事情都不會是真的啦 你看現在 羅志強我就覺得說 現在爆出來很多問題 現在到底這個火車對撞 魚死往迫 這種東西到底是誰說的 我也搞不清楚 對不對 你說你今天朱立倫好了 你今天朱立倫說說說 我要跟你魚死往迫對不對 不管你名叫在強 我都不會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對不對 那你今天說你今天一個黨主席 跟一個台北市議員說想要選 桃園市長的人 你講這種話 跟他用動氣的話 去跟他講的話 你這個黨主席夠格嗎 那現在當然啦 朱立倫講說 這不是我講的 這可能是彼此之間傳達有問題 對不對 是聽者有益 還是說者無心對不對 我不知道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聽到他這樣講 只有兩個人通電話 對啊 只有通電話 所以現在到底是誰幫出來 所以另外一方怎麼說 另外一方不回應 好像另外一方怎麼說的 都對的樣子 對啊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朱立倫就講說 我信守承諾啊 我不放話也不回應啊 對不對 所以就你羅志強講的 就是聽你講的 照你說的這樣 那到底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你看大家都覺得說 你今天你要勸對羅志強 你為什麼要打電話 死在哪裡去跟他瞧 你看朱立倫的臉書被灌爆 所有的人都講說什麼 你國民黨就是爛 為什麼爛 一直以來都是黑箱作業嘛 對不對 欸 你要羅志強今天想選是他的想法 提不提名是你黨的權利嘛 遊戲規則是你黨中央訂的啊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能夠讓你的支持者 能夠幸福 對不對 我今天到底是要初選啊 爭招啦 甚至還有什麼協調 那你之前就想協調啊 那你協調之後 協調個什麼蛙狗出來 我跟你講協調到最後 現在冒出來的 我昨天就講過 阿嬤阿嬤都跑出來了嘛 對不對 阿嬤阿嬤是誰 講一下 所以就跟你講說 其實在桃園 我真的勸羅志強 你說你口口聲聲說 為了國民黨好 為了桃園的話 那你就不該出來 躺這個渾水嘛 對不對 我想請問一下 你桃園有淵源嗎 你在桃園有經營嗎 對不對 你不是說你空將來 你就會我們贏 對不對 不是你應該問他戶籍簽了沒 這才是重要 對嘛 我就跟你講說 你戶籍簽了沒嘛 你如果到時提名 不是提名你的話 你要再回去 台北選議員嗎 還是說你就就地在桃園選立委 對不對 還是選議員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告訴你說 你今天真的是 是真心為國民黨 真心為桃園的話 你不要怪人家講話難聽嘛 他講話是告訴你說 你的民調就是弱 就是差 對不對 也是啊 桃園市的議員 就沒有人希望你當母雞啊 對不對 你大家都不希望你當母雞 而且你一個謝票之旅來這邊 怎樣就當作 你在桃園蹲點很久了 對啊 就像從秀樹講的 人家歡迎你的地方 去的話就是強將 人家不歡迎你的地方 你跟人家強碰 去跟人家強戰的話 就不是好事嘛對不對 所以你在搞這個搞什麼呢 那我就講說 其實這個選策會也有問題 我之前就講說其實桃園的選情 在幾個月前 在農曆年前我就講 桃園選情相對比較單純嘛 那個時候我們聽到的就是邱逸勝 魯明哲跟萬美玲啊 那時候還有其他人嘛 對不對 其他人招招招沒人敢出來對不對 那你那個時候不趕快處理 你現在搞到這樣 邱逸勝後來退選之後 你就應該那個時候就應該處理啦 邱逸勝他不站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從兩個立委裡面 而且在地方上是五連霸的議員 你就應該挑一個出來啦 你那時候應該是不是要左手規劃 那你沒有好 你就這樣讓子彈飛 飛到現在子彈亂飛 下一個人還不知道是會去中情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覺得整個桃園的 我就是國民黨真的 把一個好好的局勢給搞爛的功力 史上無人能及 對不對 而且你說桃園的影響會不會有其他效應 引發那個連鎖效應 會喔 你不要以為說桃園這樣亂 亂換就算了 接下來亂的會不會是基隆 對不對 謝國良那時候大家也知道謝國良搶選 你說謝國良會不會接下來 又有人其他想空降 羅志強嗎 對 羅志強 那他沒有辦法分身這麼多地方 還要